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块板的RS485通讯电路 这个通讯电路呢,它首先要有一个5V的电压 这个电压与我们主板电压是隔离的 所以它通过这个隔离变压器输出一个14V 再经这个5V吻压框吻压以后 降到5V给我们的485芯片供电 485芯片的型号是VP3082 它是一个半双弓的芯片 也就是说在发送的时候只能发送 接收的时候只能接收,是分时复用的 因为我们知道外部的485信号与内部的TTL电瓶需要隔离 所以它用了三个光偶 为什么要用三个光偶呢 首先这个是接收的光偶 接收里边是通过一个三级管 偶合到MCU进行信号的接收 发送的是通过这个光偶 发送以后通过这个三级管 偶合加到485芯片进行发送 这个光偶的作用呢 它是一个使能控制光偶 它主要是控制485芯片的使能引脚 另外在两个输出的485端口上 还有两个TVS线辅的二级管进行线辅 好,下面我们把板翻过来 看一下我们的485芯片 这两个端口就是485信号输出的端口 这两个端口是并联的 正常这样一个芯片可以并联128个端口 而且可以各有各的地址 不会重复 芯片的输出就是六角和七角 六角与七角之间有一个100欧的平衡电阻 它的七角接平衡电阻的一端 六角通过这个二级管 接平衡电阻的这端 这样进行一个输出电压的平衡 并且这两个引脚与我们输出的端口 是相接的 很显然七角与这个点相连 它的八角是五伏供电 它的五角是接地 它的一角是接收端子 四角是发送端子 二角和三角是接收发送使能端 单位低电位的时候为接收 单位高电位的时候是发送 所以二角和三角是接在一起的 实际上呢 二角是接收使能端 低电位有效 三角是发送使能端 高电位有效 为了使它能够准确的接收和发送 所以呢 给它加一个使能信号 通过我们刚才的使能光偶进行控制 它的接收部分通过我们的接收光偶 接收以后通过三级管送到我们的MCU 它的发送部分通过我们的发送光偶 再通过一个三级管送到我们这个芯片的四角进行发送 从我们的六七角输出一个485的信号 也就是正负5伏左右的信号 加到我们的端口 通过这个电路就能够完成我们的单片机与外部485设备进行通讯 这个就是VP3082 RS485通讯芯片的电路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